我们再来看到如果说告诉大家呢 这个之前为您报道台南市的永华宫 这个神明啊要来告一个教授 大家觉得很离奇 今天要告诉您的 原来呢这个教授竟然去跟神明来道歉了 因为庙方访谈说按理控告要照这个教授索赔五千万了 那么一个礼拜之后的大逆转 今天下午呢台南市长许千才陪同十万寿教授 到庙里面跟神明道歉 道歉的方式怎么个道歉呢 好像要全套都有 又要拜拜又要拔杯 由台南市长许千才疑事议员陪同 实行教授到永华宫向神明拜拜道歉 双方握手言和 实行教授从头到尾不说异语表情很低调 这个月初他在市政府的刊物里发表一篇文章 表示永华宫的广泽尊王是从其他庙里分香而来 没想到这句话认得庙方不高兴购上法庭求偿五千万 考证上有时候是人瘾义瘾 所以我们要求真 我们要求真 如果一时的社会 或是资料不完整 我们都会受益 当时教授坚持理论没错 双方祸不相让 这段期间庙方不停找人关切教授 最后有教授先低头道歉 主委向神明寝室结果 也愿意以和为贵 被撤销告诉 教授请来市长跟市议员 当和氏佬成衣十足 右方也立刻和解 双方握手言和 一场神明跟教授的战争 也就此画下句点 昨天新闻来关张高梦柔才能报道 而在别人